Hello 大家好 香奈儿在早秋季上了小金珠系列 那么接下来的秋冬季呢 又上了这个大金球系列 这两个系列也是这两季很多人关注 以及在市场上讨论度比较高的 那今天我就以这两个系列的 Walk Wallet on Chain作为比较 来看一看这两个系列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手上的这两只都是Walk 它们的实际尺寸都是一样的 长度都是19厘米 但是在视觉上会显得 这个小金珠系列会更大一些 主要是一是它的这个链条 是坐在包的上部 也就是上面它有多出来这么一个卡链条的扣 所以它显得包身会比这个包身高一些 同时因为它这个金珠 它用的皮质是牛皮比较扎实 像从侧面来看呢 可能视频上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用手摸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金珠系列会更厚实一些 但是实际上这两款的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跟经典款Walk Wallet on Chain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点在外观上 正面来看 它们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双C logo 那这个金珠系列会更大一些 同时更贴近包盖的底部 那金球的这个CC logo会稍微小一些 同时因为这一款它的开合方式是这种旋钮式开合 所以它中间有保留了香奈尔的经典的这种旋钮开关 但是这款金珠呢 它是这种磁吸开口 所以中间就没有任何的旋钮开关 那背面上来看呢 这两款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口袋 金球系列它是保留了香奈尔经典的Wallet on Chain的这个蒙娜丽莎微笑的口袋 这个口袋是只能放下一张银行卡或者公交卡 而金珠的这个背面口袋呢却很大 可以完整的放下一个手机 我的手机是iPhone 11 Pro 放进去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第三点说说这两款的重量 这个大金球它是比较有分量的 所以给这个包身增加了一定的重量 但是因为这个包它本身是羊皮的 羊皮会要比牛皮轻 所以实际你拿在这两只拿在手上 重量是差不多的 为了验证它们俩的实际重量呢 我也自己称了一下 这款的重量是430克 这款的重量是380克 也就是都在400克上下 所以你实际生活中背的时候 其实感觉不到它们重量的差异 第四点说说这两款包的内部 这两款的容量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跟经典的Wallet on Chain的容量是一模一样的 我之前在做这个包称分享的视频里 详细讲过Wallet on Chain的容量 大家可以去翻看那个视频 那这里我要说到它们内部的不同呢 主要是衣食内部的颜色 这个金珠系列它内部的颜色 是跟包身的颜色一模一样的 而这个金球系列它的内部是做成了这种金色 跟它的这个金球主题相呼应 同时金球的链条是固定在包身的内侧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连接链条的一个皮带 其他方面这两款的内部结构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两款包最大的区别 一是皮质 二是链条 从皮质上来说 整个金球系列 无论是Walk还是小化妆包 还是Mini或者是方胖子 它都只有羊皮的 那羊皮有这样几个优缺点 从优点上来说 它的光泽感真的是无法比拟的 而且它这种是纯天然的这种皮质的光泽感 再一个呢就是它非常的软糯 所以摸在手上手感非常非常好 就像捏那种糯米团子一样 这个手感是真的是牛皮 再怎么做都做不到的 那很多人也知道羊皮的缺点呢 就是不耐造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有划痕 像我从柜台拿出来的几个 Wallet on chain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轻微的划痕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摆好心态就行了 整个金珠系列都是用牛皮 以外部打蜡的处理工艺 所以它的光泽感 要比传统的励志文牛皮好很多 同时它又不像羊皮那么耐磨 所以这也是这一个系列 在上一季那么火爆的原因 因为它结合了牛皮和羊皮的优点 当然你如果把这两款放在一起呢 你还是能看出来 这个打蜡牛皮的光泽感 还是不如这个羊皮的光泽感 来的天然一些 再下面就说到这两款的重头戏 就是它们链条的区别 众所周知一般来说 香奈尔的这个Walk 它的链条长度是非常长的 我觉得你没有1米75的身高 你在没有调节扣的情况下 是很难驾驭传统的Walk on Chain 但是这两款它们很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自由的调节长度 这两款的链条都是做旧五金的 是给这两款包增加了复古的味道 同时这个金球的链条 会要比金珠的链条更粗一些 更厚实一些 那从长度上来说呢 这两款我都放到了最长长度的情况下 金珠是要比金球更长一些的 这两款在链条都可以调节的情况下 它们也都是有各自的优缺点 金珠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背法特别特别的多样 我之前也有一个视频详细演示过 它有哪些种背法 除了可以随便的调节它的长度 根据你身高进行单肩或者是斜跨 同时可以拉动中间的这个 把它调节成这种手拎的 或者是做成腋下的 它有很多很多种背法 当然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这里的调节并不是那么的轻松 它相对来说是要用一点力才能拉得动的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比如说想做成这种 可以手拎的方式 你需要这里有一定的控制力 有一定的紧实度 这样才能够固定住这个包 否则如果这里特别松的话 你把它做成这种手拎包 尤其包身如果放到东西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滑落 所以我觉得这个紧实呢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包了 而金球系列呢 说实话它的背法没有那么的多 虽然很多人也会把它 就是拉到特别短的长度 作为这个腋下背 但是你这样腋下呢 就会有特别长的一段 留在外面 特别不好看 如果你把它塞进包里呢 又会稍微占一点包内的空间 所以实际生活中 可能最实用的背法 就是这种单肩 或者是斜跨 通过调节它的长度 所以从背法上呢 它是会比金珠的少一些 但是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这个金球 调节起来非常的顺滑 就是你轻轻一按 这个上面的小CC logo 就可以很轻松的调节它的长短 不像金珠 你需要两个手 一起稍微摆弄一下 才可以调节 同时这个金球 它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吸睛 你背在身上 会是一个很好看的装饰品 关于这两款包的价格 它们的官方售价 都是差不多的 在美国税前也只差50美元 国内的话 好像都是两万三千多人民币的价位 但是这两款包 都非常非常的难买 尤其是它们的黑色 在市场上 都已经溢价到两万七级以上了 那么这两款 应该怎么选择呢 总结来说 金珠系列 它会更加的复古和耐用一些 而金球系列 它会更加的优雅精致一些 就看你个人更偏向的风格 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呢 确实是 我的建议还是 你能买到哪款 买哪款 你如果在上一季 已经很幸运 或者很有眼光的 买了这个金珠系列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再买金球系列了 但是你如果上一季 没有买到这个金珠系列 它已经绝版了 是上一季出的了 现在在市面上 不太好再买到了 现在市场上 这款的价格 已经炒得很高了 你如果加价特别高 找一些代购 或者是二手的商家买的话 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有必要 因为它并不是 完全不可替代的 你还不如 以稍微低点的价格 买这个金球系列 金球系列 虽然它也是季节款 但是每一年的秋冬 它都会复刻 都会重新推出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 经典传承性的概念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 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